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一個藍絲組織叫做香港政研會 他們在今天搞了一個天下圍攻的活動 圍堵香港電台 有接近一百名藍絲到場支持 他們究竟是有什麼訴求呢? 原來他們要反對政府向香港電台增撥經費 他們指出已經有六萬多人參加聯署 認為改革香港電台是主流民意 他們要求直接跟廣播處長梁家榮見面 如果搞不成就會發起天下圍攻三個活動 直接包圍廣播處長的私人居所 政研會主席鄧德成更加公開 他說 投訴不只是今天 會發動網上一人一電郵 一人一電話 他們會公開廣播處長 邱騰華局長 和通訊事務管理局主席譚韻之的電話 一起打電話和他聊天 他說出這個言論的時候 一定要反覆思量一件事 到底如果你公開了人家的電話號碼的時候 有沒有牽涉到侵犯他們的私隱 有沒有牽涉到違法行為 因為不斷打電話是犯罪行為 這是法例中寫明的 他們一定要注意到這件事 到底這些人反對政府向港台增撥經費 是有什麼理據呢 他們就指出 港台的新聞節目多次偏頗誤道 那些記者專業不足 收視率長期不足 認為特區政府在港台未處理這些問題之前 就不應該撥出更多公帑 其實這些指控很多都是屬於無理取鬧 首先說一下港台記者 實情他們真的相當專業 確盡職手來履行職務 眾言面對警察的水炮車 胡椒噴霧、催淚彈 依然堅守著新聞自由的最前線 在實地進行採訪 務求將社會的真實景況向全世界發佈 這件事已經值得市民的尊重 而且你說到香港電台收視不足的問題 老實說 當香港電台仍在採用傳統媒介來進行廣播的時候 比如說用電視機 無論是模擬制式也好 數碼制式也好 因為它是依附在其他電視台進行廣播 收視低是正常的 後來進行了他們自己的台 31、32、33 但是當他們屬於一個自己的數碼廣播的時候 這個電視台其實已經是沒落 大家已經進入了一個網絡的時代 只要看看他們在社交媒體 比如說Facebook或者YouTube也好 他們的點擊和收視是非常之高的 比如說721那集 鏗槍集 點擊率是超過100萬的 除了6萬5千人為之1點收視 你看看那個收視是多高 你就不能夠再採納 用回以前有幾多人看電視機 根本上你不要說香港電台 連TVB這個大台 都只有一個節目可以超越20點收視 在黃金時段 就是愛回家 其他那些連20點收視 他已經是跨媒體、跨平台來計算 即是網上點擊 都是不超過20點 那豈不是TVB要收視 你說港台的收視不足 我是不同意這件事 只要你看Facebook和YouTube的點擊 就知道其實他們的影響力依然存在 還有他們說到 這個港台的新聞節目 就是偏頗和誤導 又是不同意 其實這群人根本上 就不知道什麼叫公共廣播 他們經常三番四次強調一件事 特區政府給錢你這個香港電台的話 你就應該作為政府的喉舌 你就不應該批評政府那麼多 不應該去監督政府的施政那麼多 不應該發出那麼多的雜音 這就是他們的藍絲經常採用的思維模式 其實是錯了的 因為政府撥款給他也好 那塊錢是屬於公帑 公帑是來自所有全體的市民 不是從林鄭月娥 或者從陳茂波的荷包拿錢出來搞 如果是的話 你就可以要求他講什麼都可以 因為這就變成了私人廣播 就不是公共廣播 其實特區政府的部門體系裡面 他也是一個專責的部門 專門幫政府處理這些文宣的工作 就是政府新聞處 那個才是政府的喉舌 比如說幫他拍廣告 製作一些海報等等 那個才是對口的單位 就不是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是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 他既然使用市民的公帑來運作的時候 他就不能夠成為政府的喉舌 就要為民喉舌 就要向廣大的全體的香港人民作出交代 他服務的對象是全港780萬的香港市民 就不是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和問責官員 他們是搞錯的 什麼叫公共廣播都不知道 就說人家偏頗誤道 你說他偏頗誤道 其實就是他所播放的節目內容 是不適合你的藍絲聽 大家看看他們的訴求 其實有些都是無理取鬧的 比如說被他們點名的兩位記者 包括利君雅和陳妙玲 就說他們兩人都在警方的記者會上追問警方 故此就覺得他們是不夠專業 喂大哥 一個記者在這個記者會上作出提問 甚至乎作出一些咄咄逼人的提問 他正好就是反映了市民所關心的一些問題 難道每個人都有問答子 你問過問題 他在做樣子回答 其實大家已經合好 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要要求即時的對答才有用 而且利君雅在記者會上所發問的問題 根本上就是超乎水準 他完全是問得出市民所關心的事情 怎麼會說他不專業呢 然後又罵人家721、831的事件上 沒有完全發掘到真相 那你認為真相是什麼才行呢 當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都不成立的時候 你覺得有所謂真相出現嗎 到底831太子站發生了什麼事 那你就要求特區政府 去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發掘真相 就不是要求這個港台說他完全發掘真相 他是不可能完全發掘真相 因為有些資訊作為一家公共廣播機構也好 他都沒有辦法取得 比如說831太子站那裡 港鐵有沒有提供閉路電視的片段 如果沒有的時候 根本上他就沒有辦法發掘到事實的真相 全貌出來 然後他們又提到 港台很多的節目都是重播又重播的 這個就是有雞先還是有蛋先的問題 當香港電台根本上都是資源緊絕 沒有辦法做到24小時 都是一些獨特的節目的時候 不重播的節目的時候 自然就要重播了 那你又去反對政府 增撥經費給香港電台 於是他的資源就更加少 更加知道要重播 這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出來 那你不增撥資源給他 他怎樣來製作一些好看的節目呢 其實無論是藍絲也好 黃絲也好 都是必須要尊重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 就不能夠緊縮別人的資源 收緊別人的撥款 來施壓的 這件事實在是非常卑劣的 你只不過是拿著別人的春袋 你再不聽我說的話 我就要求特區政府削你的資源 等你無法再繼續運作下去 你就用這種野蠻的方法 不聞名的方法 其實他作為一家獨立的傳媒機構 他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他行使第四權來對監督政府的施政 是天經地義的 他服務的對象是市民 不是特區政府 你搞清楚這件事 好了 今天其實除了有些藍絲走到港台示威以外 又有約莽五十人 在下午的時份 去到旺角警署外邊 就舉行撐警的集會 他們就批評大學製造暴徒出來 這個藍絲的團體 就叫做香港和平力量 這個代表就叫做大波man 那個石房友 他就說大學應該管教好的教師 教師應該管教好的學生 就不要使學校變成搞政治的地方 他就強調學校不是讓學生勇武抗爭的地方 他又送贈一個錦旗給警方的代表 而且跟他那班藍絲粉絲一起高呼口號 支持警察 止暴濟亂 忠誠勇毅等等 然後就獲腰入到警署裡 就跟防暴警察合照 又送了一箱箱鏟到警署裡 其實香港警察都要知醜才行 現在支持你的人就淪落到這些藍絲的團體 實情這些團體 在我眼中 根本上就跟1915年的囚安會沒有什麼分別 當時袁世凱就操控了這個北洋政府 他的兒子袁克定就經常要慫恿他父親 要稱帝 恢復這個帝制 實施這個所謂君主立憲 當時就組織了一群人出來 有六個人搞了一個囚安會 天天就鼓吹這些民意 製造一些虛假的民情 就說市民很支持袁世凱清帝 恢復這個帝制 更甚就是袁克定 真的是不肖子 不停偽造一些報紙 那份報紙叫《順天時報》 當時北京最受歡迎 最暢銷 這些偽造的《順天時報》是怎樣呢? 上面全部都是擁戴袁世凱 恢復帝制清帝的文章 使得袁世凱以為自己 真的有很多人支持他 擁立他成為皇帝 後來當然是落一疊 實情你這群人其實也是一樣的 下午去支持警察 支持警察 不停搞這些活動 實情就是浪費時間 浪費金錢 在這個區議會選舉當中 真實的民意已經是彰顯出來 再搞這些活動 其實也是很無謂的 到底主流民意是怎樣 已經很清楚了 選舉之前還可以騙自己 其實自己是沉默的大多數 就是主流民意 現在都選完了 都已經是塵埃落頂 都已經很清晰 市民用了自己的選票來幫自己發聲 還在搞這些無謂活動 有什麼意思呢?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你說這些跟籌安會一樣 自欺欺人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